三天收获三千万大奖 姚明做出重大决定 欢迎中国女兰回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大臣聊天 本期视频大臣和大家聊聊中国女兰 我们知道呢 中国女兰在世界杯的比赛中 可以说是创造历史最佳成绩 获得了一个世界杯的银牌 可以说一时间 让我们广大的球迷 对中国女兰表示了很大的敬意 那么就在近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女兰有网友爆料的 收获了三千万的奖金 那么一部分作为世界杯的亚军 也获得一千多万 同时谋乳制品也提供一千来万 同时呢 我们各个省的俱乐部呢 也是会为队员 他们的经纪人呢 给他们奉上了一个鼓励资金 可以说中国女兰的队员们 值得拥有这些金钱 那么与此同时呢 姚明也是做出了最新决定 那么他的这个决定可以说能够助力中国篮球 在未来持续的向着高水平的世界大赛发起冲击 姚明明确指出根据国家篮管中心的一个规划 那么他将在2022年到2026年为国家队培养三级运动员 那么分别是19岁以下的青少年为国家队输送新鲜学业 那么第二呢 就是组建国家二队 那么让他们能够为一队去补充人才 那么第三呢 就是在一队的话 我们要充分的将一些秋月送出去 参加高水平联赛 同时呢 要拿成绩 这样的话 从自上而下 一层又一层的保障 那么会源源不断的为中国篮球去贡献这样的力量 那么作为姚明来讲 确实他现在一直在努力 那么中国女兰在本届世界杯上也是打出了我们的一个好成绩 也是为中国篮球的复苏 可以说带来了一丝光明 与此同时 主教练郑威呢 也明确表示 中国女兰虽然获得了一个世界杯的亚军 但是我们看到的差距 更看到未来中国女兰提高的一个地方 他也是希望中国女兰如果有条件的话 能让更多的队员去到WNBA联赛去磨练去提高 这样的话 回归以后 中国女兰将会有丰富的大赛经验 那么我们才能会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去和美国女兰进行一决高下的一个争夺 奥运会冠军的资本 所以说对于中国篮球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要千里执行 始于足下 我们既要有规划 同时更要着眼于眼前 做好当下长远规划 这是中国篮球良性循环发展的一个不二法门 我们也是期待着姚明 在姚明的带领下 中国篮球的发展能够争争日上 中国女兰在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期待 好了 本期的大成聊题 我们聊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